2.发动机复离合器总成的解体 解体发动机时,应按先附件后主体由外向内逐步进行 拆卸发电机 旋松撑紧臂的紧固螺栓和调整螺母的紧固螺栓 然后凝动调整螺母,使发电机靠向发动机侧 取下V型皮带,从发动机的前端拆下发电机与钢体的连接螺栓 然后取下发电机 拆卸分电器,依次将各钢高压线取下 再拧下分电器盖板螺栓,取下盖板 轻轻转动分电器外壳,小心取出分电器总成 并且注意O型密封圈 拆卸机油滤清器总成 用大卡前拧下机油滤清 拆卸时注意滤清内有残存机油 避免洒落在场地 再拆下机油高压不足传感器 拧下滤清器与钢体间的固装螺栓后 最后取下滤清器座和橡胶沉淀 拆卸除油器 在分清出油、回油、进油接头后 拆下储油器各油管 拧下储油器支架螺栓 取下储油器 拆卸汽油泵 拆卸汽油泵出油管 拧下汽油泵与钢体间固定螺栓 取出汽油泵及沉淀 拆卸化油器总成 对角拧下化油器与进气管的连接螺栓 取下化油器 撬开胶电螺钉防松片 拧下螺钉后取下胶电 拆卸进气气管 按有两端向中间的顺序 拧下进气气管的固定螺栓 取下进气气管 确定称电的正反面和安装方向后 取下称电 按同样方法取下排气管和称电 完成订阅便宜的下排气管 取下厂好好的 感觉 拆卸离合器总成 在离合器与飞轮之间做好装配标记 用专用工具卡住尺圈防止曲轴转动 对角拧下离合器壳与飞轮间的连接螺栓 依次取下离合器压板和离合器摩擦片 拆卸齿形皮带 拆下齿形带上护罩 在曲轴不转动的情况下 拧下曲轴带轮的四个连接螺栓 依次取下轴上的两个带轮 拧松并取下水泵带轮的连接螺栓 取下水泵带轮 拆下齿形带下护罩的固定螺栓 取下下护罩 旋松齿形带张锦轮紧固罗姆 转动张锦轮偏心轴 使齿形带松弛取下齿形带 拆卸主轴齿形轮 在取轴不能转动的状态下 拳下齿形轮紧固罗姆 取下齿形轮 拳下中间轴齿形轮紧固罗姆 取下中间轴齿形轮 拆卸齿形轮 拆卸齿代下护罩 拆卸齿形轮 拆卸水泵 拆下水泵上的连接管 拳下水泵与钢体的连接螺栓 取下水泵总成 注意O型密封圈 拆卸气缸盖总成 逐次松开气门罩盖紧固罗姆 依次取下气门罩压条 气门罩盖盖 气门罩盖趁电 拆下机油反射盘固定罗姆后 取下机油反射盘 按由四周向中间的顺序 分三次均匀地拆下钢盖螺栓 确认钢盖螺栓全部拆下后 用软锤轻轻敲击钢盖周围 待钢盖松动后平稳取下钢盖 注意 不准用旋锯等撬钢盖 以免损坏钢垫 看准钢垫的位置 及正反面后取下钢垫 气缸盖总成的分解 将气缸盖平放在工作台上 卸下突轮轴轴承钙的紧固螺母 其顺序为 先松一三轴承钙螺母 再松四二轴承钙螺母 依次取下轴承钙 并按顺序放好或打出装配标记 不得错乱 从气缸盖上 取下突轮轴 依次取下各液压停杆 并按顺序放好 拧下正时齿轮紧固螺栓 压下正时齿轮 取下油风 用专用工具压下气缸弹簧 取出气缸锁片 按顺序摆放好 取下气缸弹簧座 气缸弹簧 清门堂簧 清门油风 堂簧下座 再依次取出各钢的进排气门 并按顺序摆放好 拆卸油底壳 将发动机倒置 分两次均匀拆下油底壳螺栓 轻轻取下油底壳及衬定 拆卷油泵 拆卸机油泵及急滤器 旋松并拆下机油泵与钢体的连接螺栓 将机油泵及急滤器一同拆下 拆卸中间轴 拆下中间轴油风座 轻轻取出中间轴 拆卸活塞连杆组 转动去轴 使活塞处于下指点的位置 检查配钢标记及方向标记后 分次悬松并拆下连杆螺栓上的螺母 依次取下连杆轴承盖滑动轴承 用手锤的木柄推出活塞连杆组件 注意不要硬撬硬撬 以免损伤气缸 将拆下的活塞连杆组 组合后按顺序摆放号 分解活塞连杆组件 用活塞环卡钳 依次取下各道气环和油环 取下活塞销两端的卡环 用冲头冲出活塞销 将拆下活塞连杆组件 按钢号摆放 拆卸飞轮 对角均匀拧下飞轮固定螺栓 边转动边敲击飞轮 边转动边敲击飞轮 取下飞轮 拆卸轮后油风架 拆下后油风架紧固螺栓 轻轻敲击油风架 在其松动后 取下后油风架和衬垫 拆卸轮前油风 拆下前油风架紧固螺栓 轻轻敲击油风架 在其松动后取下前油风架及沉垫 用压器将前后油风从油风架上压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油风架 拆卸曲轴 检查各主轴承盖的配尾标记 依次拆下主轴承盖螺栓 取下主轴承盖便按顺序放好 抬下曲轴 再将轴承盖 轴承及螺栓装回原位 拧紧螺栓少许 以防轴承漏掉 接下来 倒入灯 潮口 前非